正念之道 二十二 第二百一十九页 第一行 心念处 开示了修行受念处的九种方法之后 佛陀接着解释修行心念处的十六种方法如下 经文 再者 朱比丘 比丘如何安住于观心为心呢 在此 朱比丘 比丘了知有贪欲的心为有贪欲的心 了知没有贪欲的心为没有贪欲的心 了知有称恨的心为有称恨的心 了知没有称恨的心为没有称恨的心 了知有愚痴的心为有愚痴的心 了知没有愚痴的心为没有愚痴的心 了知收缩的心为收缩的心 了知散乱的心为散乱的心 了知广大的心为广大的心 了知不广大的心为不广大的心 了知有上的心为有上的心 了知无上的心为无上的心 了知专一的心为专一的心 了知不专一的心为不专一的心 了知解脱的心为解脱的心 了知未解脱的心为未解脱的心 讲解 这段经文中讲到的十六种心都是世间心 而不涉及出世间心 因为无常苦无我本质的关照 只针对世间法而已 并不涉及出世间法 以下是这段经文中所提到的各个名词的解释 有贪欲的心是指 与贪欲同时生起的八种欲界不善心 贪欲是一种心锁 它与心同时生起 同时坏灭 取同样的目标 依靠同样的依处而生起 如此与贪欲紧密结合的心 称为有贪欲的心 根据阿匹达摩藏 有八种心以贪为根而生起 称为贪根心 当中有四种与邪剑相应 另外四种与邪剑不相应 例如现在大家在听开示 谁在开示呢 你可能会说是扒奥禅师 如果你相信真的有一位扒奥禅师在开示 那就是邪剑 因为依照究竟地而言 并没有真实的扒奥禅师 只有究竟明色法存在而已 这些明色法一生起后就立即坏灭 一秒钟内有数万亿次生灭 因此没有一个稳定恒长的扒奥禅师存在 如果你误以为明色法组成的这一团东西是扒奥禅师 那就是一种邪剑 再举一个例子 你可能会认为你的美金是真实存在的 那也是一种邪剑 如果对美金修行四界分别观 你只会见到色剧而已 分析那些色剧之后 会见到美丽色剧中含有八种究竟色法 它们是由先前色剧中的火界产生的 因此称它们为十节生色法 这些色法都是一生即灭 因此它们是无常的 没有恒长的美金存在 认为有真实的美金存在是一种邪剑 当你存着邪剑而执着美金时 那就是与邪剑相应的贪根心 有时因为你能修行观禅 所以对美金没有邪剑 当你有系统的对美金修行四界分别观时 就能见到究竟色法 能了知它们为无常苦无我 但是不修行观禅时 你见到美金仍然会执着它们 只是你对它们没有邪剑 这是与邪剑不相应的贪根心 有时你见到自己的金钱时 也许因为它的数量很大 所以会生起快乐的感受 但是有时你见到金钱时 不会生起乐受或苦受 然而只要你仍然执着你的金钱 当你见到它而感觉快乐时 你的心是喜剧的贪根心 当你见到它而不生起苦受或乐受时 你的心是舍惧的贪根心 此外还可依据贪心是主动升起或被动升起而分类 因此总共分成八种贪根心 没有贪欲的心可分为三种 即世间善心 世间火爆心 与世间为作心 没有贪欲的心一词 是用来表达 与有贪欲的心相对照的意思 而不是相反的意思 在我们了解这个法门之后 就会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这个法门必须观照三界中的法 以培育无常苦无我的官制 就世间心而言 不可能已经灭除潜伏性的贪欲 因此没有贪欲的心 只是指贪欲暂时不升起的心理状态而已 第二对是有称恨的心与没有称恨的心 有称恨的心是指 以称为根而与优寿相伴升起的 主动与被动的心 这是两种称根心 例如你对一个人生气之后 再度见到他时 有时你会立刻生起称恨 这是主动的称根心 有时你不会立刻生起称恨 但是经过别人怂恿之后才生起称恨 这是被动的称根心 没有称恨的心可分为三种 即世间善心 世间果报心 与世间为作心 什么是世间善心呢 当你恭敬佛法僧三宝时 心中生起的是欲戒善心 当你布施持戒 修行止禅达到安止定之前的阶段时 心中生起的也都是欲戒善心 当你修行止禅达到禅纳时 心中生起的是色戒或无色戒善心 什么是世间果报心呢 洁生心、有分心与死亡心 都是世间果报心 在眼门心路过程中 眼视、领受心、推渡心、彼所缘心 也都是世间果报心 其他四根门心路过程中的世间果报心 可以同理类推 什么是世间为作心呢 在眼门心路过程中 五门转向心与确定心 都是世间为作心 其他四根门心路过程中的世间为作心 可以同理类推 下一对心是有余吃的心 与没有余吃的心 有余吃的心是指以吃为根 而与余相应的心 即以吃为根 而与调举相应的心 没有余吃的心有三种 即世间善心、世间果报心 与世间为作心 两种称根心与二种吃根心 不牵涉在有贪欲或没有贪欲的心 这种分类法当中 八种贪根心 及二种吃根心 不牵涉在有称恨或没有称恨的心 这种分类法当中 然而 由于所有的不善心中 都有余吃 所以有余吃的心 也包括八种贪根心 即二种称恨心 在内 因此所有十二种不善心 都包含在有余吃或没有余吃的心 这种分类法当中 当你修行心念处时 这十二种不善心都必须关照 在你心中生起的所有世间善心 世间果报心 及世间为作心 也都必须关照 第四对心是收缩的心 与散乱的心 收缩的心是指 落入昏沉与睡眠的心 由于对目标缺乏兴趣 以及或多或少的不乐意 所以心变得松懈 退缩 因此称为收缩的心 这是指欲界五种被动的不善心 例如你可能对一双旧鞋没有兴趣 但是因为别人一再推荐你买 所以你将它们买了下来 尽管如此 你对它们的执着不强 这种心称为被动的贪根心 有时你的称心并不是主动生起的 而是由于他人怂恿才生起 这种心称为被动的称根心 被动的不善心总共有五种 它们称为收缩的心 散乱的心是指 与吊举同时生起的心 因为它透过胡思乱想 而在应当注意的目标之外 四处游荡 所以称为散乱的心 例如在修行安班念时 如果你的心不能安住于呼吸 而到处攀缘其他目标 那就是散乱的心 一切的不善心都与吊举相伴而生 第五对心是广大的心与不广大的心 广大的心是指色戒心与无色戒心 如果有系统的修行安班念 你就可能证得出禅 第二禅 第三禅 乃至第四禅 这四种禅 称为色戒心 然后你能以安班念为基础 而转修三十二身分 再以三十二身分为基础 而转修中、黄、红、白 这四种色片 达到第四禅 它们的出禅到第四禅的禅心 也都是色戒心 如果你以色片第四禅为基础 照见偏向你的空间 你就能修行空无边触定 乃至有系统的修行道 非想非非想触定 这四种无色戒定中的心 称为无色戒心 色戒心与无色戒心 都称为广大的心 为什么称它们为广大的心呢 因为它们能降服烦恼 产生大的果报 及具有广大的认知范围 或者由于它们有崇高的投生意愿等 所以称它们为广大的心 由于在世间当中 没有比色戒心与无色戒心更高的心 所以注视者以世间里最上等的 这两种心来解释广大的心 如果你安住于任何一种禅纳中一小时 则在那一小时里 你都能降服烦恼 不使它们在心中生起 如果在临死时 还能维持禅纳不退失 那么该禅纳能使你投生于色戒天 或无色戒天 所以说它们能降服烦恼 即产生大的果报 因此禅纳的心称为广大心 不广大的心是指欲戒心 在观照旧境明法时 你必须观照六门心路过程 其中的前五门心路过程 只有欲戒心而已 一门心路过程中 禅纳一门心路过程 则含有色戒心或无色戒心 广大的心 除此之外的其他欲门心路过程 都是欲戒心 不广大的心 第六对心是有上的心与无上的心 有上的心是指欲戒心 意思是还没有达到世间最高层境戒的心 或者还能够再提升的心 无上的心是指色戒或无色戒心 他们是已达到世间最高或最妙境戒的心 第七对心是专一的心 专一的心是指具有进行定或安指定者的心 不专一的心是指没有进行定与安指定者的心 最后一对心是解脱的心 与未解脱的心 解脱的心是指透过如理作意 而从烦恼中暂时解脱 或在安指定中 透过降服烦恼而暂时解脱的心 如果你能安住于禅纳中一或二小时 我们可以说在那一或二小时里 你的心暂时解脱烦恼 入定以外的时间里 有时会遇到能促使烦恼升起的情况 那时如果你一直保持如理作意 就不会升起烦恼 那也是使心暂时解脱烦恼 未解脱的心是指 没有上述那两种暂时解脱的心 在世间道中 并没有透过正断、止灭与出离 而达到的初世间解脱 以上讲过的总共有16种世间心 如果你是一个止行者 那么在修行心念处时 这16种心都必须关照 关照它们时必须依照心路过程来关照 应当在每个心事刹那里都照见心与心锁 为什么呢? 你可以注重在关照心 但是心不能单独升起 必须与相应的心锁同时升起 因此在关照心时 也必须关照同一个心事刹那中升起的心锁 心有两大类 即心路过程心 与离心路过程心 在这个阶段 你只需要关照心路过程心而已 因为只有修行到缘起法时 才需要开始关照离心路过程心 心路过程心会依照新的定法 而以一定的顺序升起 心路过程总共分为六门 他们取各自的目标而升起 即颜色、声音、气味、滋味、可触物与法 你必须关照这六门心路过程中 每一心是刹那的心与心锁 但是你必须记住 在修行心念处之前 必须先关照究竟色法 换句话说 在这个阶段有四个步骤 一、关照究竟色法 二、关照究竟明法 即依心路过程而关照心与心锁 三、同时关照明法与色法 四、分辨明色法 没有人、我、众生 佛陀接着开示下一个阶段 经文 如此 他安住于关照内在的心为心 安住于关照外在的心为心 或安住于关照内在与外在的心为心 讲解 在这个阶段 你必须依以下这四个步骤来修行 一、关照内在与外在的色法 二、关照内在与外在的明法 三、关照内在与外在的明色法 四、分辨内在与外在的明色法 没有人、我、众生 下一个阶段是 经文 他安住于关照心的生起现象 安住于关照心的坏灭现象 或安住于关照心的生起与坏灭现象 讲解 在这个阶段 你必须关照因缘生灭与刹那生灭 在这里 佛陀注重于关照心 心是世运 其远因是无名 爱、曲、行业 这五种过去因 其近因或现在因 则是明色 这里所说的明是指 与心相应的心所 色是指 依处与所缘 举眼视为例 它的依处是眼镜色 所缘是颜色 在你关照依处时 根据实际修行的方法 不能只关照眼镜色而已 必须也关照与眼镜色同在一粒色距里的其他色法 或者在眼球里的所有五十四种色法 如果将命跟九法距也算在内 则眼球里总共有六十三种色法 这是依处 眼镜色的所缘是颜色 眼镜色会取一群色距的颜色作为所缘 因此你必须分析那些色距 观照与颜色同在一粒色距里的其他究竟色法 眼镜色及其聚生色法是一粒圆 颜色及其聚生色法是所缘圆 此外还有另一种圆 即明 就眼视而言 有七种心所与它同时生起 这些心所称为明 一粒与所缘称为色 这里的明色是眼视生起的静音 其他种式的因缘 可依类似的情况来理解 观照因缘生灭与刹那生灭之后 必须修行下一个阶段 经文 或者它建立其有心的正念 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 讲解 这个阶段包含从坏灭随观制到行舍制 到了观制的最后阶段 道智就会升起 道智能逐步的灭除烦恼 因此佛陀开示说 经文 他独立以安住 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 诸比丘 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心维心的方法 讲解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否可以不关照究竟色法 就直接修行心念处 通常是不能 但是偶尔有特例的情况 那是因为过去生中菠萝蜜的缘故 在此我要讲述一个 关于修行心念处的故事 在佛陀时代 有一位比丘 名叫吉达 在他受比丘戒之后 许多长老教导他戒律 那些戒条与规则 总共超过九百亿项 他自认为无法遵守那么多的戒条与规则 因此向佛陀报告说 他想还俗 然而佛陀知道他不久就能证悟阿罗汉果 与四无碍解智 因为他曾经多次在过去佛的教化其中修行止观 达到行舍制的阶段 于是佛陀问他说 你能够遵守一项法则吗 吉达比丘回答说 如果只有一项法则而已 那么我能够遵守 佛陀就教他观照自己的心 于是他依照佛陀的教导 而在一切位移中都观照自己的心 不分日夜 如此修行时 他能彻底的明了 离心路过程心 与六门心路过程 每一心是刹那里的心与心所 而且也了知这些心凭借一处 并且缘取各个所缘而升起 为何他能如此观照呢 因为他有佛陀这位最善巧的导师指导 而且有过去世波罗蜜的支持 他能有系统的观照 究竟明色法及其因 然后观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 如此修行不久之后 他就证悟阿罗汉果 这是一个特例 如果你也想如此修行 你可以尝试 但是要记住 你必须能彻底的观照 六门心路过程心 与离心路过程心的究竟明色法 接着必须观照明色法的因 然后观照明色法及其因 为无常苦无我 如果不能如此观照 你就不能模仿这一个例子 解释了修行心念处的十六种方法之后 佛陀继续解释修行法念处的五种方法 假五概 经文 再者朱比丘 比丘如何安住于观法违法呢 在此朱比丘 比丘依五概而安住于观法违法 朱比丘 比丘如何依五概而安住于观法违法呢 在此朱比丘 内心有郁郁时 比丘了知我内心有郁郁 内心没有郁郁时 他了知我内心没有郁郁 他了知尚未生起的郁郁 如何在他内心生起 他了知已经在他内心生起的郁郁 如何被灭除 他了知已经被灭除的郁郁 如何不会再于未来生起 讲解 关于经中所说的 内心有郁郁时 比丘了知我内心有郁郁 内心没有郁郁时 他了知我内心没有郁郁 这两点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能觉察自己内心的郁郁 又怎么能观照它呢 因此应该了解自己的心 在经文中 有是指由于生起 熏息或一再发生而存在 没有是指由于不生起或透过观照或禅定来驱除而不存在 为什么郁郁会生起呢 我们必须了知 郁郁盖乃是由于对可喜可爱可乐的感官目标不如理作意而升起的 这样的可爱目标可以是欲乐本身或能产生欲乐的事物 什么是不如理作意 不如理作意乃是不善巧的错误的作意 或者不如理作意 可以解释为 是无常为常 是苦为乐 是无我为我 是不敬为敬的作意 第一种不如理作意是 是无常为常 什么是无常呢 一般我们将安妮扎 这一八粒词翻译为无常 但在此它是指无常法 什么是无常法 五蕴就是无常法 如果你视它们为常 那就是不如理作意 如果能观到五蕴 你就会知道它们是无常的 因为它们一生起就坏灭 如果无法观到五蕴 你就会认为有恒常的比丘 比丘尼 他 我 父亲 母亲等存在 这就是不如理作意 从究竟地的角度来看 没有男人 女人 父亲 母亲 我 他人等 如果你是无常为常 而作意有父亲 母亲 儿子 女儿 朋友等 那就是不如理作意 基于这种不如理作意 互相执着的贪欲就会生起 第二种不如理作意 是 嗜苦为乐 五蕴是苦的 因为它们不断地受到生灭逼迫 但如果你不如理作意 但如果你不如理作意 就会认为五蕴是乐的 如何 例如你见到好朋友时 说 我很高兴见到你 那就是 嗜苦为乐 第三种不如理作意 是 嗜无我 为我 五蕴是无我的 如果你 视他们为我 那就是不如理作意 人们所误以为存在的我 可分为两种 即身见于我想 我想 即世间通称我见 根据世俗地 我们说有父亲 母亲 我 他等 然而 如果相信他们真的存在 那就是我想 苦蕴迅速地生灭 没有恒常不变的实质 如果你是无我 为我 而作意 这是我的父亲 这是我的母亲 这是我 这是他 这是他 那就是不如理作意 基于这种不如理作意 互相执着的贪欲 就会升起 8 В'集围 2 2 5 6 6 7 感谢观看